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街上瞎溜达的时候 发现后座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小屁孩 吓得大猪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原来沙拉和杰克就是从飞船里跑出的外星人 大猪问他们要去哪里 沙拉说只要按照我指的方向开就可以了 大猪说你们付得起车费吗 沙拉秒懂立马掏出一万美元给大猪 于是大猪按照沙拉的指示来到了荒芜人烟的荒郊野外 与此同时 优育叔通过银行监控发现了杰克和沙拉的行踪 所有人看到视频后都非常惊讶 他们竟然有隔空取物的超能力 取钱也不用银行卡 直到把取款机掏空为止 之后他们就上了大猪的出租车 优育叔立刻带人进行围追堵截 眼看着出租车就要被他们追上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杰克使用超能力下了出租车 并撞翻了优育叔的汽车 于是大猪带着他们继续继续赶路 来到一处废弃的房子里 这里好似一个世外桃源 沙拉从一个发光物体内 取出一个电子设备 就在这时 他们又遭到了另一个外星人袭击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 他们成功逃脱 然而这帮人并不肯善罢甘休 开着飞碟追得大猪一阵阵干颤 幸好大猪的车技一流 成功地甩掉了追兵 大猪质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那些怪人为什么要追杀你们 杰克无奈只好说出了真相 说他们是外星人 刚才追杀他们的是一群外星刺客 可是大猪对外星生物一无所知 就找到了天文学家金发妹帮忙 沙拉向金发妹说出了来地球的原因 原来他们所在的星球 因为环境遭到污染 无法继续生存 沙拉的父母就在地球上 发现了一种可以治理污染的植物 就让杰克和沙拉来到地球 寻找这种植物 只要把植物带回去 就能拯救星球 而星球上有些反对派 就想直接杀死人类攻占地球 所以就派外星刺客 来到地球追杀杰克和沙拉 他们刚才已经找到了那些植物 现在必须马上乘坐飞船离开这里 可是他们的飞船 已经被忧郁书运到秘密基地做研究 为了帮助他们及时回家 金发妹和大猪 带着他们来到了飞碟坠落的地方 不幸的是 他们刚进入基地 就被忧郁书派人打婚了 杰克和沙拉被基地的科学家 带回去做研究 金发妹和大猪也被士兵带走 车开到半路 大猪就趁机打婚士兵逃跑 偷偷潜入基地 正当科学家要解剖杰克和沙拉的时候 外星刺客就杀到了 基地里顿时乱成一团 大猪和金发妹趁机救出了他们 并找到了飞船 接着杰克和沙拉 就驾驶飞船离开了基地 可是外星刺客不知什么时候 也潜入了飞船内部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之后 终于让外星刺客领了盒饭 你不想念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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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最后 他们和大猪金发妹道别之后 就乘坐飞船离开了地球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